阿露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的 又回到我們苗咪大戰爭時間啦 好了 那今天哲平要來解決一個 其實一直苦惱哲平很久的一個關卡喔 那大家可能會一直很好奇 為什麼哲平都一直不挑戰我們的大狂亂魚貓呢 那其實是因為哲平 欸 現階段的腦袋 欸 可能 欸 思考不到比較好的方法攻略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 哲平怎麼不去看攻略 那哲平其實是有去看攻略的 不過其實哲平看的那些攻略 對哲平來說 一點用處都沒有 所以其實 大家可能在看攻略的時候 還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貓咪跟對方的貓咪是否有差距喔 因為其實 牠們的貓咪有些是比你自己的貓咪強的 所以牠可能用某些打法 其實是扛得住那些傷害 那 我們可能沒辦法 那這時候呢 你可能就要用其他方法來打囉 那 後來呢 哲平發現了 大家是開上我們的那個MAX 再加上我們的狙擊手是比較安全的喔 因為這關一開始就會出很多那個狂亂魚貓 也就是魚島喔 那魚島的話呢 就是盡可能趕快把牠絕殺掉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話 我們的輸出就要非常極大喔 那 哲平在車上測試過這套隊伍 不過後期到我們紅色五尾熊出來之後呢 其實有點 騷嫌無力喔 所以 在這邊的話 可能哲平要再把一隻我們的坦克 換成我們的那個 章魚狐貓 應該會比較優秀一點點 OK 那我們這邊帶上我們章魚狐貓 然後我們再用這隊來挑戰看看啦 看看能不能把我們的那個 島貓給打死 基本上只要後面打得贏我們的五尾熊的話 應該就有機會喔 OK 那我們這關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帶帶看狙擊跟MAX打打看啦 那其實那個感覺是會不一樣的喔 因為 前一開始多一點的時候 把牠 等牠過來的時候呢 我們在那個 開上我們的狙擊鏡 再加上就是我們一堆比較厲害的超級貓包都出出來的話呢 應該會比較穩定一點點喔 那我們這邊可以先派一隻出來擋一下我們鱷魚的攻擊 然後 就等那個我們的島貓過來喔 那擋貓過來之後呢 哲平第一隻應該會先出我們的 這隻 小山牙 小山牙出出來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馬上再出別隻喔 所以我們這邊 趕快加上我們的四盾 用我們的四盾來打牠們應該是沒問題的 那下一隻的話 哲平就決定叫我們的龍弓獸出來 那 趕快先把我們的島貓給解決喔 因為要趕快把牠解決 不然後面其實還有很多隻過來喔 那 這邊的話四強應該有點足夠的 足以面對一些事情的 那不過 還是 欸 可能需要強力的輸出啦 因為 這邊的話還是趕快把我們島貓給打死會比較好 OK 這邊順利的用我們龍弓獸的火砲直接把牠打死之後呢 就要面對我們兩隻的島貓囉 那這邊就看一下小山牙跟我們的龍弓獸的搭配了 希望是沒問題喔 那這邊四千五百塊的時候 趕快再叫一隻美女生出來 然後這樣增加一點輸出 OK 我們這樣小山牙其實被打到 我是蠻希望牠被打到 因為其實牠被打到之後呢 會有越戰越勇喔 可是 欸 希望還是不要死啦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 扛炸這兩隻島貓攻擊 其實我們就是要慢慢疊啦 如果可以慢慢的讓我們的島貓死光的話呢 OK沒問題 那我們就可以打的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因為我們這邊小山牙已經是越戰越勇的狀態下了 所以應該攻擊力是不錯的喔 那我們這邊繼續的努力 哎呀 不要死 OK 那我覺得牠在被碰到一下 應該就要死光了喔 所以我們趕快派我們的盾牆去前面啦 OK 沒問題 這邊把我們的島貓全部打死之後呢 再來就是要面對我們的五尾熊了 所以我們在這之前呢 趕快疊我們的章魚狐貓喔 那其實小山牙這樣有點恐怖 因為牠走太接近了你知道嗎 這邊開個貓泡幫牠 踏一下位置喔 唉唷 牠怎麼又往前了 不啊不啊 那我們這邊呢 拼命的放我們的那個 唉唷 完了完了完了 我們小山牙掛了喔 小山牙掛的 哇 我想一下喔 沒關係 我們繼續出我們章魚狐貓喔 因為待會的話呢 會有我們五尾熊出來 那如果章魚狐貓可以瞬間的幫我們擋住我們的那個傷害的話呢 那其實應該是不錯的喔 來了 那這邊的話 只要努力的解決掉我們的五尾熊就好 因為這隻紅色五尾熊聽說是全地圖的波動啦 所以其實是蠻麻煩的啦 所以章魚狐貓 快爬 快爬 牠只要爬過去的話就有機會了 而且我們這邊還可以再出第二隻的小山牙 加油加油加油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希望不要爆掉 然後貓俠趕快解決我們的狂島貓 沒錯啦 就是這樣啦 貓俠 那我們這邊把它解決之後 因為我們這邊還有章魚狐貓喔 所以其實 打我們的五尾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喔 OK 沒問題 那這邊直接 哇 一個帥氣的直接打掉 喔 不過還有狡貓 所以不能掉也輕心啦 各位 所以這邊 沒問題 直接把五尾熊給解決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努力的碰一下了喔 哇 所以這關的話 還是要建議大家可以帶個MAC 直接加上5G級技能喔 那基本上如果你的基礎小貓有加60或加70的話呢 那我看別人的影片好像是可以扛得住傷害 因為你的橡皮叉貓 基本橡皮叉貓啊 就可以擋下我們的狂亂倒貓三下的攻擊喔 其實是非常多喔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 應該就可以慢慢的把塔給推掉囉 加油加油 那這邊我們的輸出疊起來的 我覺得還是先不要講這麼多恐怖的話好了 因為我覺得 他們還在推 他們還在推喔 所以這邊 還是要加快幾隻超級喔 我覺得沒有這麼簡單喔 待會待會我覺得有點 有點兒 有點兒 有點兒奇怪了 這個發財的劇情好像有點兒奇怪了 怎麼開始被回推了呢 欸 等會喔 你們等會 啊 魚貓等會 拜託 貓俠 快點 再給他們揍幾拳了喔 不是說 我說揍他們幾拳 不是給他們揍幾拳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盡可能再努力繼續撐喔 那應該是不會再出我們紅色烏尾熊了啦 所以可以安心一點點 可是這些倒貓還是有點恐怖的喔 加油 加油阿 加油 居然還有燕子阿 哇賽 等我等我等我 我覺得這邊 不要鬧阿 欸 居然還有燕子 欸不要鬧 真的不能鬧阿 這個 真的不能鬧 我覺得 呃 呵呵 呵 啊 貓俠加油 那我們這邊的話 還是要慢慢的往前進 我覺得 這邊後面還有燕子 是有點小麻煩的喔 那這邊的話 我們把超級又補上線了之後呢 看看能不能 趕快解決掉他們喔 因為後面 還蠻恐怖的 你們知道嗎 還有 還有燕子啊 那 這邊應該趕快 趁機趕快打塔喔 不然 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了 呵呵 別啊 別啊 美軍神 快打塔 我覺得這邊 真的蠻麻煩的 因為島貓越來越多喔 那 只能靠我們的小三亞還有貓俠了 貓俠給他們一拳的話 還有機會 趕快把他們清掉 那我們就是隨時看一下 我們超級貓俠可不可以出 這關果然還是沒有那麼輕鬆啊 真的是 燕子 別鬧啊 燕子 好 趕快 我們現在可以打塔了 趕快把塔消滅掉 應該就沒問題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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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這關好像是必取得對不對 應該是沒事 應該是必取得的 必取得我們的島貓 終於可以打贏我們島貓了 因為其實 這關的話還是建議大家趕快開一些 MACS會比較輕鬆一點點喔 那我們待會為大家演示一下 為什麼不開MACS會很麻煩喔 OK 加油 這邊應該可以順利的解決掉它 沒錯 哇 帥 好不好 這邊貓俠再加上我們的那個 美女神的組合實在是 漂沛 漂沛 好不好 漂亮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就不開我們的那個 欸 我們的那個 MACS錢包 來讓大家看一下會有多誇張的事情喔 我們這邊不開的話 這樣的話出出去其實 我們的島貓啊 其實如果一開始沒有用我們 強力的那個輸出 把它們給解決掉的話 其實是非常的麻煩的喔 那我們這邊來試一下 到底能不能呢 就是 來 來用我們那個 沒有MACS來打打看 因為其實哲平之前都是用 沒有MACS打啦 可是 就是會搬船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要存好一波金幣 趕快叫我們的那個 比較強力的貓貓出來 搞不好應該是可以喔 我們這邊再加上我們的小三雅 好 小三雅出來之後呢 那我們趁機趕快再升點錢包 看一下手術趕不趕得上喔 因為我們一定要在這 前後面那幾次過來之前 然後再叫輸出比較厲害的貓貓出來 不然其實這樣的話 島貓一過來呢 聯合成體之後呢 其實會非常恐怖的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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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後來才發現 應該要帶上我們的MACS 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這樣輸出才會比較準夠啦 不然其實這樣的話 輸出稍嫌不足喔 你看有沒有 在我們還 就是在島貓過來之前 我們還沒辦法把他打死 這樣就其實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我們這樣經濟會不夠啊 我們起碼要殺死這隻 前面第一隻島貓我們 才會有足夠的金錢喔 才可以叫比較強力的貓貓出來 你看 像我們這邊的話 因為剛剛第二隻隻 直接叫上我們龍弓獸嘛 其實是還可以的 可是這邊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要手術快一點 把我們的盾牌叫快一點 然後拼手術 過這邊 打到我們小三雅 而且打直接被打了 哇 就是這樣好不好 所以如果沒有帶上MACS的話 其實會比較容易翻船的喔 因為其他人的攻略影片 是算是他們的基本貓都還滿高等級的 所以他們是可以扛得住我們魚貓的傷害 那像我們哲平的話 我們的加的等級好像加30加40 好像扛不怎麼住啦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的 好的 那我們終於可以進化我們的狂亂金貓囉 LASS進化 YA 我們有大狂亂倒貓啦 傳說中有鬼怪居住的貓咪專用溫泉聖地 善於攻擊紅色敵人偶爾能使出會心一擊 因為大狂亂而提升了體力及攻擊喔 終於拿到了好不好 那我們大狂亂系列的話 大概好只差就是我們大狂亂戰鬥貓了 不過大家好像都說那一隻好像 沒有那麼必要這麼快去拿喔 所以哲平就先放著吧 哈哈哈 好的 那如果你有關於這個大狂倒貓的一些 比較容易的打法或是比較安全的打法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提供給哲平 還有其他需要幫助的小辣椒們囉 因為其實網路上的攻略哲平的基礎貓是 打不到那個接砍啦 所以只能用這個MACS的方法 大家也可以用用看MACS 因為其實MACS一開始把經濟提高之後呢 你拍一些比較厲害的超級貓貓去跟他對打的話 其實是還有機會的喔 好的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是喜歡哲平頻道的話 可以按訂閱喔 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還有再次啟動